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暂时会需要用到这个方式来上课 所以老师会尽量把应该要教的东西 就录在这个video或者powerpoint 然后送给你们的家长 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个人在家里也可以学习 要怎样写乌拉山啊 比那阿亚啦 然后你们的本轮向至少还可以keep track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关于 乌拉山里面可本丁安迪多的质量 什么叫做可本丁安迪多的质量 就是说你要有很质量的睡眠 这个质量的睡眠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讲过乌拉山 通常我们一开头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他的题目 比如说这个题目老师发过去的照片 我们要怎样把这个句子 变成我们自己本身的本达乌拉呢 开头就是 然后第二个句子在第一段 老师也曾经讲过 我们要怎么写第二个句子 我们没有可能本达乌拉 只是这一个句子 对吗 所以我们第二个句子就会 Terdapat banyak kebaikan 因为在图片里面所给的都是它的好处 如果我们有质量的睡眠 Tidou yang berkualiti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所以一开头就是 gambar tersebut menunjukkan tentang kepentingan Tidou yang berkualiti Terdapat banyak kebaikan yang boleh kita dapat daripada Tidou yang berkualiti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写完本达乌拉之后呢 我们就看他给的内容 他总共给了五个内容 就是一席一席的书 在图片可以看到的 我们就叫做一席的书 然后五个一席的书 老师我需不需要写五个一席的书 答案是不需要的 你只要选其中的三个 来写一席的书 就可以了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席的书 第一席的书 第一席的书 意思是 讲动的bc heart 讲动就是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脏会更加的健康 第二呢 就是membrbaiki system badan 就是修复身体的系统 什么叫修复身体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有足够的睡眠 这样如果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的快康复 对吗 然后呢 第三就是membrbaiki system badan membrba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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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badan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可以死 我们身体觉得很fresh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睡眠 就是讲我们很有精神的 person badan 然后呢 membrbaiki system bad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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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enhanced我们的memory so当我们有足够的睡眠 这样我们专心听课 听老师讲课 这样我们就容易记得老师 所讲的任何的重要的重点啊 还是知识啊 都很容易进入我们的脑 然后讲我们的感染 就是我们可以减压 减少我们的压力 因为当一个人很疲惫 跟了地汗的时候 跟了地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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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了地就是泪 当我们泪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休息 ok 如果我们要开始写这个fakta的 乌拉山 那我们通常都会用到 本来的晚餐 like antara 在你们右手边可以看到的 antara seline eddu 第三边eddu statersnya akhir sakali 然后呢 eci tersira 我们要more elaboration 我们要多再讲 关于前面的point 我们就可以用supaya dennan inni hal demikyan gerana 等等的 ok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eci 这样有五个eci 刚才老师讲 我们可以选三个写eci 的sirat 就是有加 extra的elaboration 的 这样首先我讲 我选到的第一个是 jantung so我要怎样开始这个eci 呢 通常我们都会用antara antara kita palu 我们需要mendapad tido yang berquality 为什么呢 因为supaya jantungpita lebih sehat 所以我就用了第一个 然后呢 我就加elaboration 再多加support我之前那个point 就是dengan ini with this pita dapatelakkan diri daripada penyakit yang bahaya 我们可以避免我们自己from 对我们有危害的疾病 然后就比如说心脏病 ok 第二个point 我选择我不要elaboration 我不要有一系的sirat 所以我就直接写sirat si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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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针对这一点说 tido yang berquality 有品质的睡眠也可以 jujudadapad men berbaigi system badan 就是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系统 好 接下来呢 我就用dysamping itu menyakar kan badan 老师刚才有说我们是觉得身体很fresh嘛 这样我就很有精神哦 所以我就写dysamping itu tido yang berquality 就是有品质的睡眠 dapad menyakar kan badan sirorang 就是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感觉到很清醒 然后很精神 how demikian 这是因为 how demikian kerana kita tidak berasa menganduk semaasa belajadi seko la 就是我们不会感觉到很疲倦啊 或者是很爱睡啊 打课睡啊 当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第四个一系呢 我就会写meng watkan ingatan 我们要怎样meng watkan daya ingatan呢 stursnya 接下来tido yang berquality turut 就是有品质的睡眠 也可以meng watkan daya ingatan kita 可以使我们的记忆性变强 加强 kerana 因为这是因为meng da kita 我们的脑呢 我们的头脑 beraihat dalam tempo yang 就够 就是我们有休息足够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记忆力会增强 因为我们有五个point 所以我们的一系中间第二段会太长 所以我就把最后一个point 写在最后一段 就akhir sakali 最后呢 kita boleh menghilangkan tekanan denga mendapat tido yang berquality 很简短的就带出说睡眠 足够的睡眠 有quality的睡眠 可以让我们减压 就是reduce stress 然后结尾我就直接用个信 pulanya Tido yang berquality 就是阿玛奥奔定 dalam kehit vani的 油脂的睡眠 是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片乌拉山 我们这样子就完成了 如果当中有一些 easy de syrup 你们觉得你们想要换的 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自己换 这个老实是给你们一个概念 要怎样洗 easy de syrup 所以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造句 关于食物中毒 在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四个不同的图片 但是四个不同的图片 我们也做过 我们四个图片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写成五个句子 那这五个句子是来自四个图片 其中一个图片需要写两个句子 所以这个题目是关于 这个图片是关于 怎么造成食物中毒的原因 然后是它的后果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造句一定要看 根据图片所给的故事来造句 如果你观察这四个图呢 这个发生的情况不是在放学后 是在去学校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第二个图片 其实在肯定 第三个图片呢 它肚子痛发生是在 它课室上课的时候 所以很明显的第一个图片 左上角的第一个图片呢 它不是Dalan Perjalanan Plandary School 不是从学校回来 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呢 就错了 所以你要写的就是 当你走路去学校的时候 上学前 所以 去学校是哪一个时间 Lily membeli kui 她做的东西是 她买了 kui mui 在一个 gerai 在哪里 tempat就是 所以完整的句子就是 为什么我会讲它肮脏呢 我特地把图片放大 然后可以给你们 让你们看到 左边那个machi的后面 有很多垃圾 然后呢 第二个图 你看到它有 其实有很多蟑螂 然后它画到那个图片 就是那个档子是脏兮兮的 所以这个代表着你要把图片里面的内容形容 details形容出来 所以这个句子老师有用到形容词 有用到时间 有用到动词 它做了什么东西 接下来第二个句子就是 它在什么时候吃 它在做什么 它在吃东西 吃它刚才买回来的柜 所以就是 Badda waaktu rehat 在休息的时候 Lily makan kui mui yang di berlinia Lily吃 吃它买回来的那个 kui mui D kantine Serkola 在学校的食堂 是这个 kui mui 所以我的Katakaja是吃地方在哪里 在kantine 然后时间是几时 什么时候 就是waktu rehat OK 第三个图片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一个女生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用Lily 我现在也是用Lily 你们可以把它改成 另外一个女生的名字都可以 所以Lily扶着她的肚子 然后她画了三个很痛的箭头 就代表着Lily的肚子 突然间很痛 她在冒汗 然后你可以看到她的地点 是在哪里 她地方就是在课室 因为前面有Wideboard 然后你们上课的坐子椅子 都是这样子的 对吗 所以这个不是在家里 乌兰Gaji的时候 反正是在她学校 她在学习 在课室学习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所以 Apoyangkala blaku 突然间 时间就是突然间 Tiba-tiba Lily berasa sakit berut Lily的肚子痛了 Sermasa blaja diklas 就是她在上课的时候 她肚子痛了 第四个图片呢 我们就必须照两个句子 因为刚才我们三个图片 只是照了三个句子 对吗 所以第四个句子呢 她正在区域被医生检查 接受治疗 然后这个图片 我就可以写成两个句子 她被带到区域 她怎么被带到区域呢 她在课室发生肚子痛吗 所以是她的Guru class 有可能 所以我就用我的imagination 我就说 Lily di bawa ke klinik Lily被带到 klinik Oliguru class niya supaya mendapak rawatan 她被带到 klinik 因为她要去 rawatan rawatan就是治疗 接受治疗 当你接受治疗之后呢 通常医生都会告诉你 你为什么会肚子痛啊 是什么原因 Apoyangkala blu 对吗 Lily bahawadiyah delamalami Karachunamakana 她经历了什么 她经历了食物中毒 所以这五个 就是我们刚才 所讨论造出来的句子 这五个句子呢 它其实是一个故事性 如果你们看到 有故事性的图片 通常你们要加时间啊 可能一些形容词啊 而不是说 比如说第一个图片 很多时候 学生会犯错的地方 就是在 买东西 我只是写一个动词 比如说 Lily mbri kwemui di semboa krai 然后第二个句子 有一些学生会写 Lily makan kwemui di kantin 第三个句子呢 有一些学生会写 Lily berasa sakit berlun 就是这样子 所以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句子 五个句子 写得生动 这样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肯定可以拿到满分十分 十分乘二 记得老师每次说了 十分乘二就等于 二十分在你的 本努力 sang paper里面 OK 好了 我们这一个 Binaraya就到这边 我希望你们可以看了 这个video之后呢 自己尝试做 所以同学们 你们有两样功课 一个就是 Ula san Lima Kerpentingan Tidobur Quality 和Binaraya 24 Kerachunan Makanan 如果你们不想写在你们的那个作文子 然后你们的步子又没有带回 带回家 还在Santa 那你们可以叫 爸爸妈妈 就是去我们Facebook的那个 Download Link那边 Click了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把这两个worksheet Download下来 Print了之后呢 做了过后 你要怎么教呢 你可以email去给 asateacher2013 at gmail.com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file Upload上去 然后然后就会改了 So我们的这一堂课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